港鐵公司早前宣布將於本年6月加價2.3% 民建聯感到強烈不滿 民建聯交通事務副發言人陳學峰 聯同多位區議員到港鐵公司遞交請願信 要求立即擱置加價 今天我們大家都看到 有接近50位兄弟姐妹來到這裡 其實就是一個訴求很簡單 就是反對他的加價 另外我們覺得港鐵賺百二億的情況下 優惠越來越少 這個是不符合市民的利益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 譬如剛才我們離島區的區議員 都提出要求推出東沖全月通的優惠 另外有些就要求他減回一毛錢的收費等等 另外還有就是要求 譬如說將兩元的獎借優惠 作為一個全日的優惠 全天候的優惠 所以其實我們的訴求 只不過希望港鐵做一些良心企業 應該有的責任 其實東沖現在地處邊區 路程非常遠 如果我們現在由東沖去到齊灣 每天來回是要五十多元 所以對居民的壓力是很大的 亦都因為這樣令到他們跨區工作 那個意欲是減低 長期以來我們希望東沖線能夠實行全月通 不過十幾年來港鐵都沒有理到我們的訴求 我們亦都希望在大不營餘下回歸回市民 所以我們就是舉行了千名行動 強烈要求港鐵 強烈要求港鐵 設立東沖線全月通 設立東沖線全月通 永久優惠長者 永久優惠長者 假日兩元讀車 假日兩元讀車 永久優惠長者 姿勤高田 對 行, 加入